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现在在我面前这边呢 有两朵花 这两朵黄色的花 都是丝瓜的花 丝瓜的花乍看之下 都长的是一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它细部构造的差别 好,我先看我左手边的花 这朵花 从它的外形来看 它的基部的地方呢 这个绿色的部分是花鳥 花鳥一共有五瓣 好,那来看它的花瓣的部分 花瓣也是有五瓣 其中可以注意到中间的颜色跟旁边呢 是有颜色上的落差 这样的落差可以让在空中飞翔的 这些传分者可以快速地找到 花蕊所在的位置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蜜圆之印 好,来看最中央的地方 中央花蕊的地方可以看到 它的花蕊的构造只有一种 并不像一般的植物 它有两种齿蕊或熊蕊上的差异 好,先看到这样 来看这朵花 我右手边的花呢 我们从它的外形来看 肌部的地方 可以看到 这是五瓣的花蕊 在花蕊的肌部 这里有一个蓬大的构造 是这朵花所没有的 那花瓣的部分呢 一样也是有五瓣 那花瓣一样颜色中间会有 深浅的落差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蜜圆之印 好,那来看中间花蕊的地方 那这个花蕊的形态 跟旁边这朵花蕊的形态 是不一样的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我们再进一步来解剖看看 现在我们要来解剖 这朵我左边的花 我们从花蕊的地方切下去 好,可以看到这个花蕊切下去之后呢 切开之后 它中间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呈现一个空洞的状态 然后肌部并没有 就是充满了像是花蜜的部分 然后下面没有其他额外的构造 好,那现在要切开我右手边这朵花 一样从花蕊的中央切下去 好,那么切开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花 从它的花蕊的基部下面 有一个延伸的构造 然后切面的地方 可以看到有一些胚珠的形态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朵花的外形 可以判断 我左手边的这朵花 它应该是丝瓜的熊花 而这朵花的肌部呢 是有胚珠是脂肪的位置 所以这朵花是丝瓜的雌花 好,所以这样的丝瓜的花 它只有雄蕊而没有雌蕊 那这朵花呢 它只有雌蕊没有雄蕊 所以在我们的名词上呢 称为丹性花 那只有雄蕊的称为雄花 只有雌蕊的称为雌花 好,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丹性花的例子 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两朵花呢 都是秋海棠的花 我们来看看这两朵花有什么不一样 好,左边这一朵花呢 可以看到它的花冠跟花 这两个构造呢 长得非常相似 我们可以用花呗片的名词来取代它 所以这朵花有四个花呗片 那右边这一朵花呢 可以看它的外形 好,那它呢 一共有五个花呗片 所以它们在花呗片的数量是不同的 好,那接着来看它的花蕊的部分 左边这个花的花蕊 呈现细丝的状态 而左边 好,而右边这一朵花呢 它的花蕊的构造跟左边也不相同 好,所以花被片的数量跟花蕊是不同的 那第二个我们就来看它的花蕊的解剖 我们把花蕊剖开之后 好,可以看到这朵花的花蕊下方呢 并没有其他的构造 好,而这一朵花 右边这一朵花呢 我们把它从花蕊的基部把它剖开来 好,可以看到花蕊的基部呢 有一些构造像是胚珠的部分 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构造来判断 这一朵花是秋海棠的熊花 而右边这一朵花是秋海棠的雌花 所以秋海棠的花也是属于单性花 这朵花是秋海棠的孔花 这里是秋海棠可以放适量掌 和鱼花上的课程 这一朵花,它淋鱼花招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